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收看第二季次会传承 我依然是你的节目主持人Simon 袁老师 你好 你好 不同的时代流行不同的文化 考你一样就是古董以外的知识 不要这么深 80年代香港很多流行歌上了榜 甚至拿了奖 你知不知道他们通常是改编自什么国家的歌曲 记忆中好像是日本歌曲 是的 因为80年代很流行日本歌曲的改编 没错 接着有韩风 最近有Mirror风 我真的很自豪 原来我们中国历史的瓷器 有一个系列是刚相反去日本的 没错 这个瓷器就是我们很多时听到在日本建的 就是他改了个名字叫天木碗 这个天木碗就是来自我们中国宋池的一个建阳妖 也有一个别名叫做兔豪 兔豪就是说兔毛 用来写书法的兔毛 因为那些瓷器就很像那些兔毛 就是这样来的 但是日本人就当作是国宝 在他们很多日本的博物馆里面 都是写着国宝来的 他们对这个兔豪是很有认识的 他们也都派过人来我们中国那里学 学完再回去做 不是后期的 是说宋代的时候已经是这样了 袁老师我想问你 天木碗 冠名思义就是天木 是否他们的特色是有眼睛在那里 就像天眼那样 因为我们用放大镜打下去的时候 就会看到一只只眼睛在碗的面上 很有趣的 他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特征 就是他好像 那个术语叫做幽隐走泥路 好像幽隐在沙地那里走 只见到那些沙蚁就见不到幽隐 就是这样 在颜色分配方面 会不会有什么特色 其实颜色那个年代 就很少颜色的 要么是绿色青瓶 要么只有黑色 或者再加了他那种 就是天木碗 他加了一些好像是铁兽斑 什么叫铁兽斑 铁兽斑就好像铁生兽那样的色 其实在古代的时候 他没有叫铁兽斑 他叫这种叫乌金 叫乌金 天木碗是否只是局限于在碗里 他大部分都是碗的 他那时候就叫做茶盏 或者是酒盏 一盏茶就在那里出来 他通常在北方的时候 用手捧着用来暖手 一边喝茶或者喝酒都是热的 捧着来喝的 大部分都是碗用的 其他的罐、瓶都有少量 大部分 主要九成都是出来做碗的 那材料和月瑶有没有什么分别 它有很大的分别 因为月瑶就比较薄些 它用的材料就是比较浅色些 去到建瑶这个地方 它那个瑶子那里出的土 全部都是铁胎 像铁色一样的 很深色的 深咖啡色的 那种叫做铁胎 就是专制建阳妖用的 它建阳妖也是引伸出了 在它周边出了很多特别的东西 就是说譬如是吉州 就是说多了很多花款 全部都是因为它而引伸出来的 是的 以我所知建阳妖 是应该未能够可以荣升到官邀的 是的 没错 因为它太普遍了 因为在民间周围太多人用 已经是人都有了 就是每一个家都有的用品 所以它又没有特别的花款 只有碗 所以它就没有提升到做到共饶 有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想请教来的老师 其实因为天木碗 都不可以荣升做一个官邀 但是刚才你说到 天木碗 竟然是日本国宝级的词 是的 没错 那会不会文化方面 那时候日本都未成熟 它的文化思维 所以就将我们一些不是官邀的品种 榮升做国宝 是 可以这么说 但是因为它离学我们建阳妖 这位人兄 它就是一个传道的传教 它是那时候 从日本来传佛教 它在这个宋朝的地方的时候 它就在建阳妖这个地方 它附近那里就建了一间庙 所以它就天天都见到人家做这个碗 就很喜欢 所以它就回到日本之后 就特意叫了 带了一些和尚来的 真的带了一些和尚去那里学做这个碗 学完之后 就也都买了一批 最靓的当时最靓的天木碗 回去日本 这个天木碗到后期 曾经破了世界纪录的 这个和尚后期这个寺院 被一间上市公司买了 那这间上市公司 就将其中的一间藏品 一个天木碗 拿了出去抒腐笔 曾经拍了一个天价 一只碗拍了7千多万 港币 是的 没错 破了世界纪录的 就是同类型的东西 破了世界纪录的 就是它这个寺院出来的 这个在历史里面 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只不过我们很有兴趣 就追查这碗的来源 所以知道就是这个 苗宇 为什么拿出来拍呢 原来它上市公司收购了 做生意 它还有一批在那里 它只拿了一只出来 就已经破产纪录了 因为它是一个很喜欢这件事 亦都很懂得看 收了当时是 送到最漂亮的天木碗回去 这个历史也挺有趣的 老师 可不可以教一教 如何奸赏你今天拿上来的天木碗 是 没错 看天木碗 我们有几个特点 一个就是说 最重要是看一看那个胎 它不是那是铁胎 原来不是铁胎的 肯定不是那个年代 什么叫胎 胎就是说我们见 最简单说我们 如果有看人鬼情未了 就知道 那个东西 什么都没有的 只有一个泥的 那个素胎 那个就叫胎了 那个胎 对了 就是铁胎 是那个年代的时候 我们再看一些铁胎 因为它正所谓那个 建阳妖用的黑铁是很漂亮的 是亮的 亮到反光的 那是它当时用的材料 是在那里才有的 另外就是它手工 它烧完之后 那个幽引手泥老 是吧 然后有一条条 那个 那些油流下来的时候 那个吐蚝的纹 这些全部都是可以追溯的 还有它的边 通常它都是 当它淋油的时候 它淋油的时候 流下来的时候 通常那个边 就捆了一个薄边 就是有不到的边 那些都是 你看回去就会觉得它很有它当时的味道 屎肺也要说一句 那你今天拿这个天木碗 是 有市值多少次 它这个天木碗是这样的 天木碗通常 我们看到就是说 是这个直型 那个嘴是直的 是 那我这个叫豆粒型 那豆粒型是比较少的 那这个大概是三四十万左右 三四十万左右 三四十万都是港币 是港币来的 是 会不会有人拿着这些天木碗 真的用来再走 有 我见过 有个朋友是收古董的 他们经常用这些 来再烫饮 是 因为在那个年代 我明白 因为那个年代 我们曾经是 用很便宜的价钱收购过 所以他们觉得可以 用来这样玩一下 真的是这样玩的 我听你刚才讲过 尖阳妖 好像有改进版 有的 是的 没错 尖阳妖 最后他没有什么特别做的东西 他将在油面那里 将油面那里 他就没有用黑油 他用了 我真的讲那些 好像铁兽班那些金油 他做了金油 做了一只金油 给那个乌金做要漂亮的 叫做紫金油 你如果用镜打进去 是金色的 是闪闪亮灯 有阳光打进去 反光的 即是好像你今天带 给我欣赏的 是的 没错 现在我带来的那一只 他直接那一只叫紫金 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油 是很特别的 这种金油还比较少 更加少 是的 那这些又市值多少钱 我想都是有 就是 起码都贵50% 是的 因为越刊有越贵 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正常来说 天幕馆的形状 就应该这只 是为之最传统的 好 多谢袁师傅今天 告诉我们听 建阳妖的价值和特性 是 多谢大家 下一集我们再见 好 多谢大家 拜拜